為何要去學習呢? 除了你本身是喜歡玩音樂 或者你喜歡玩某種樂器 你是喜歡那個類型的音樂 所以你想知道更多 因為有很多東西不是說你吃飽飯 睡醒覺你會知道 除非在記憶中聽到一些東西 你會知道發生甚麼事 你會找到出來 或者撞到出來 所以學習呢 我講的是Jazz Jazz是會聽到更多的顏色 音樂上的顏色是你學得到 而且是一個很直接的學 有些音樂是一個很長遠的路 你要寫很多 以及要研究很久 其實我覺得那件事是正統的 應該是看譜開始 因為有些小歌 不要介紹給你聽 你一邊彈一邊練 Jazz是一個捷徑 其實比較快 因為它把現代音樂 在現代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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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容易去寫 不要在電腦上按出來 按出來 可以了 其實學的是 讓你看得更多 更清楚自己做甚麼 以及把不應該的東西拿走 現在的音樂 音樂是沒有錯的 是沒有不對 知道你對音樂 但是學的時候 為何這麼多規矩 是不想你太早 是不認識錯誤的 記住 是沒有錯的 但是 學的時候 是有的 是不想你這樣用的 譬如 甚麼form 如果我給你一個quad G 就是7 在現代音樂 它很明顯地 它有一個groove 有速度 有時間 好 你看 我已經fulfilled 兩個bar 其實 你會發現 你在說甚麼 我很多學生 來學編曲 或者寫的東西 我們Base on 一個很basic的東西 G7 我怎樣發展下去 很難 我發覺 在他們身上 我得識的一件事 就是 他們覺得聽到的東西 當然他們不是精神病 不是精神不裂 他們覺得聲音 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但其實 你學的就是 我們不猜的東西 譬如G7 第一個問題 下一個是甚麼quad 首先 在沒有旋律的時間之下 G7 我一定會定位 是C key 因為它是5quad 然後我才考慮它是甚麼key 是甚麼quad 既然G7 是C key的5quad 向上的就是Am 向下就是F 這樣很簡單 你看 其實我們要學的原因 就是 你在樂理上的解釋度 不是說 我剛才去完洗手間出來 我聽到一些聲音 是我要寫的 其實你甚麼都聽不到 因為你連那個聲音怎麼來的 或者甚麼 所以在我的世界裏面 就是說 如果我要面對G7 我做幾件事而已 就是我要寫的東西 即是在學著 我要寫的東西 這個G7 在一個form裡面 譬如 它只有四個bar 我不需要轉 轉 我繼續做一個groove 這樣寫到東西 其實C C top 很多歌都是兩個quad 其實旋律很好聽 旋律 旋律 好 G7 我不開制度 不搞不複雜 但用甚麼scale 這就是C major scale 即是G mixolydian mode 為甚麼 因為領定了位 G7 在C key 即是C major scale 由G開始 G mixolydian mode 很難 很難 難的地方就是這裡 很難嗎 一直都不難 C key 但是這樣就是 音樂 我們在一個form裡面 即是說 我有四個bar 再聽一次 對稱的 你知道四個bar 你講完 G max 這些 你怎麼寫 喂 你講甚麼 其實 千萬不要犯一個錯誤 就是話 所有東西都在一個form裡面 你要完成這四個bar 你講的 你講的 是有旋律感 是一個正確的scale 不是你在猜的 是惡理support 所以 如果不同chord 慢著 這個世界 你最喜歡看甚麼chord 不同甚麼chord 但問題是 剛剛說的 G7 可以A bar 它是Ditanic 你可以堆砌 四個bar 四個bar 為甚麼要這樣 因為 所有東西對稱的時候 聽你寫東西的人 就會更加容易去投入 因為 它能數到 它知道你何時軟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可以predict得到 所以 你要學 我怎樣在form裡面 很重要 form 我剛才開始提 這個就是 back to basic 很重要 就是 quart不動 我會在form裡面運作 如果你要做一個好的musician 你當然要 rhythm好 即是 四個bar 四個bar 你要很準確 很乾淨 地交代 但如果它說 要你多點顏色 那就是世界 extend 或者借 其他chord 那些 就是可以學的 你看到 就是我們有一個basic的東西 原來 是 根本 在jazz的世界裏面 我們是從一個quart開始 就已經可以學了 節奏 melodic idea rhythmic accompaniment 即伴奏 其實是一個 相當好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又不需要說 我要看譜 由一級 我們開始 什麼 什麼 是不需要 我們直接去看譜 譬如你問我 C chord C major 那就是一 chord 我們不要說一 chord 那就是C key 那下一個是什麼 chord 你會說是A minor C C是A minor 因為是歌 如果是C key 回頭是B 走上去 D 走上去 那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 你一定要去A minor 我可以C C 其實呢 我走旁邊也可以 因為都是大tonic 只不過就是 這裡開始複雜了 就是說 我 C之後 我想去 等等 你想去哪裡都可以 只要是C 有一個定位 你一定要去C key 不如C 或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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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個 chord 之後 你一定要定位 先 C key 我舉個例子 C C去E minor 即是C major 7 去E minor 7 其實呢 你學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原來C major 7 和E minor 7 是有三粒 所以 當C和E minor 改變是不大 等於C和A minor 所以 如果你要把彎 轉 在Harmony 你可能要用其他 chord 如果你喜歡聽到 那些聲音 是會 在動的時候 所以 為什麼要從樂理開始學 就是 如果C C 是E minor 沒有什麼改變 那 那 是不是要改變 另一個 chord 但其實不需要 因為 你聽到的聲音 是C和E minor 你決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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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美化它呢 很多人就覺得 喂 C major 7 C major 1 E minor 7 E minor 9 E minor 13 E minor 14 E minor 14 -9 錯 首先 那 C supposed to be key center 我們就不動了 E minor 14 是在支援的 melody 你亂去延伸它 只會令到那些聲音太厚 即是說 那些 chord很厚 其實 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 將那些 chord substitute 到下一個 直接是replay re harm or 你在c 有條路走的E minor 什麼路 2 5 將E 提升到1 即是說 E minor 已經是變了 變了一個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後 你就多了很多 substitution 原來 在我們可以extend 當然可以extend 的 chord 但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C major 7 E minor 7 E minor 7 E minor 7 你不能怎麼混 因為你去不到E minor 9 因為9 是F sharp 所以是炒了 所以 C major 7 E minor 7 E minor 11 E minor 11 其實 你聽到 氣氛不同 可能不是你要 可能是你要 可能不知道 但你聽 OK 但 其實 我們在不改變 support音的melodies 這就是編曲 其實我發覺 我越教越 例如 怎樣composition 怎樣用scale 變成他教人 怎樣編曲 什麼叫Drop 2 Drop 2 用來做什麼 就是在五次部 寫東西的時候 你看得到更清楚 他們怎樣 混合在一起 Anyway 我們回到Basic G7 然後 你會說 喂 那不是很多是學的 其實Jazz 有很多分支 你可以參考 參考 但你用的時候 記住 既然 我已經學到 一個形狀 一個固定 我們要在這裏完成 記住 每一個功課 就是你要完成 它 你要完成 四個巴 或者八個巴 十六個巴 在固定 即是說 什麼叫完成 旋律呢 有什麼好處 這樣講 你懂得完 你不是不知道 自己寫什麼 我又聽到 沒有這件事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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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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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而你用一種最基本的東西 譬如我只用appidials 你都不能夠創造一個小小的旋律 那你已經失敗了 一開始停了 因為結束了 但是 其實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這就成功了 你學不是在一堂裡面 是把這個世界所有東西拿走 我亦都給不到你 我只可以給到你的 當你了解了一個chord的聲音 而你控制它之後 然後你怎樣開始 expand 這些東西 例如 我也是在一個固定節奏 當然 你學到什麼 你學到怎樣 拆開這個題 是銜接落下chord 銜接落下chord 我不想越講越複雜 因為當G7 你去Am的時候 你可以加些什麼 Am去做些什麼 在不改變之後 你來看 這些是全部弄完Note C 其實我用在流行谷 其實我很喜歡聽日本歌 其實我在日本歌 我發現 我寫回別人的melody 當然那些melody很好聽 我很喜歡 所以我學寫 剛才我最喜歡中學年代的 日本的女組合 女歌星 甚至山口百合那些歌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我會寫回那些melody 我發覺我配音樂時 這首歌是很淺的 但我聽過的arrangement 是有些很複雜 有些很簡單 原來他們是Based on 這東西美化它 很多時候 一些偉大的pink歌家 都在一個固定的form 在四個巴內 它不是先拿走音樂 它在過程中 會多走很多東西 譬如C 去E-mine 大概一 你看到這兩樣東西 我多了一些passing chord 我不是叫passing chord 那些 chord 其實是Uplift了E-mine 因為C和E-m 對我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應該是學這些或看這些 然後 improv 回到G7 其實你會知道 更苦 很多Scale 都對 因為更複雜的東西 就是G7 根本是存在很多Scale裡面 它存在Melodic Minor Harmonic Minor 甚至Diminish 甚至好重 即是 我可不可以 如果你彈得 Lad 是可以 什麼叫Lad 這是另一種很重要的學習 你學Json Proff 老師跟你講 這個chord用這個Scale 彈就行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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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hord 是用這個Scale 或者用另一個Scale 可以 但是彈得好聽 是彈得 譬如G C 你要用什麼 我用D melodic minor 因為它是D melodic minor 四 chord 再聽一下 你用什麼 我用D melodic minor 因為它是D melodic minor 四 chord 我有一種旋律感 為何這類功能是? 但我不想讓人聽到我正在練習功能 我想它是一個旋律感式 這些也是學習的 為何我經常在我的影片中說 這個是Robin Thord,這個是Pat Martino,這個是George Benson 主要的原因是 其實我沒有辦法彈足所有的東西 但由它調查之後 它利用這個scale 去做到的東西 你就可以用這個fingering 這個position 然後你去令它變成 我上一條影片剛剛講到 我不會這樣彈 但Robin Thord的東西 令我有些一組一組的 它好像有幾何樣回頭 但它如何設定 其實每一個scale 我都會遇到G7 這些我已經是 我根據別人 某些人去找 譬如C Jacob 我的老師 譬如Don Mock Steve Freeman 就是G7 這個就是G7 這就是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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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G7 其實是何時用的 學習就是有規矩地使用這個scale 在一個適當的時間 但當你在彈東西有空間的時候 你什麼都可以用 譬如我用C chord 不是 Phrygian Dominant 只是 Phrygian 我只是用 C Major Chord 用 C Phrygian 但我想弦弦西班人的聲音 由於我明白樂理 所以我很夠膽地在這個空間來製作 其實你學一個Scale 你就會知道在Harmony出現的時間 你那個空間是不是需要這個聲音 不是你拉出來聽到那個聲音 是你知道那個聲音 而在那個時間你覺得這個聲音是等到這裡 因為你練習了 其實學習就是把你不應該犯錯的東西 全部洗乾淨 原來講了26分鐘 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東西 當你練習的時候 記住 不用太多東西 你記得有一個Form 就是有四個巴 八個巴 對稱的方 因為你要緣 你要停 無論你開始寫到一個節奏去下一個節奏 你先問問自己什麼關係 那裏是另一件事 那裏是另一件事 所以你看看 我都在學習了 哪裏講得完的東西 沒有可能的 只可以談到一個境界 就是你對所有的反應 都是第一時間做到一個Musical reaction 你會對自己開心點 滿意自己做的事 但是其實都是那句老生想探 你越知道得多 你真的越知道得多越學得多 你會發覺原來你什麼都不懂 你知道的東西是很少的 你一直再學下去 一直再學下去 原來你會發覺 為什麼我不懂這東西 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 more you know the less you know 是真的 這是無底深淡 你一直一直這樣追下去 一直一直這樣學 但是 這也是一個應該的東西 我覺得學習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學不完的東西 那就是keep著自己進步 生活愉快 拜拜